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民 中华民主 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些我刚刚前面我所提到的 有三个文化系统先把它了解清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刚刚说的了解中国人民 中华民主 比较我进一步理解了 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些精神表制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 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表达文化了 然后伦理文化 社区文化的关系 以及物质文化跟技术文化 我还得继续把这三个文化的结构 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了 那么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那么也就是说涵盖了中华民主的基本生活方式 也是包含基本的思维方式 是不是 那么这个表达中华民主的情感的文学 音乐 艺术乃至宗教信仰 更重要的是精神表制是具现了一个中华民主的价值观念 于这个理念 理念典范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由此可见了 就是为了进入中华文化的理想 健康状态 就应该是把我马上要说的三个系统 维持均宁和和谐的一个概念 你看现在好像是中国已经过去和谐这两个字的一个词语 但是这个和谐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中国人觉得和谐好像是和谐收费 他强调这个 但是呢 自己对自己的和谐 自己跟他人的和谐 自己跟大自然的和谐 这个和谐的概念是这里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要说明这三个系统 来维持均宁和谐的一个概念 我看看 我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能不能理解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我说的 你看 还得继续说和谐了 这是个人或者是有机体的系统 包括内在实质的和谐 那外在行使的和谐就包括这一口了 有机体的系统啊 也是和谐的一个系统 那么第二 人际关系的系统 我们都知道 人际关系 你不是说我跟他人的关系而已啊 家庭 亲族 和谐 甚至呢 你跟祖先的关系怎么定位 你是不是要和谐的对象 是不是 还有很重要的中国人忠视的 临人社区的和谐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 就是人际关系的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 也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到中国去了 跟中国朋友在一块 喝酒茶 喝茶 或者是吃饭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第二 第三呢 最后呢 自然关系的系统 自然关系的系统 在中国的一个文化里面 中华文化的一个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时间的系统 空间的系统 还有一个神明的系统 就比较清楚了 自然关系的系统里面 所以我刚说的 有机体的系统 跟人际关系系统 那么 自然关系的系统 就把三个概念 这个structure 清楚了以后呢 比较容易理解到 刚刚您说的 中华文明的这个精神标志 刚说 你看 尤其那些人际关系啊 你看 刚刚您说的 名为榜榜 这个不是人际关系吗 很清楚了 人 人爱的人 也是人际关系的 非常的核心的一个概念 天人合一 也是啊 和人不同 智容和 厚的在 都是完全人 人跟人之间的 怎么如何和谐的 关系 这个系统里 都有存在 有人说天人合一 好像不是 但是 我不同意这个 好像天就是 一个草自然 自然的一个 跟人之间的 合一 好像这么个解释 也可以 但是那里面 必须有人 跟人的关系 存在的 所以说天人合一 也是人际关系系统里面 很核心的 那么 就是 我刚说的 追求人跟人 之间的 和谐 与均衡的 状态 均衡 追求均衡 嘛 均衡 没有均衡 那就 还是不均衡 那还是有问题 产生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 我再继续说的话 不仅是在 正对这个家族和亲族之间的关系而已 同时也是一方面 延伸到了 跟草自然界的祖先 有没有 有啊 维持和谐与均衡的关系 那么 另一方面 又延伸到了 刚刚我说的 人人 跟人人 以及社区的和谐与均衡的关系 这就 刚刚说的这个 精神表迹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 那么这都是中华文明精神表迹 反映出来的 我这么认为 所以呢 我觉得 要了解中国啊 中国人 以及中国文化的时候呢 先把 我们多了解一下 中国人追求的是什么 这三个系统 这个和谐跟居娘的一个健康状态 他不断的这个追求 好 就是这样